我希望園舞台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有兩件 一個就是讓好的作品被看見 一個就是擴充表演作品跟團隊的空間 因為現在大家越來越多人在網路上 張貼自己的作品 可是到底好的作品在哪裡 往往有些好的作品 他可能因為自己不善於宣傳 那很可惜他就不會被看見 所以希望園舞台獎就像金馬獎也好 金鼎獎也好 告訴大家好的作品在哪裡 好的作品是怎麼樣的 能夠讓用心的藝術家 你的作品不會被埋沒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你只要有好的作品就可以透過網路 無遠伏界的被很多人很多人看到 那你的想像空間就不會只局限在一個小劇場 或者是一個小房間 所以網路是可以被好好利用的 讓表演藝術家的整個創作表演思考空間 整個好幾倍的擴大 那麼我們希望園舞台獎 就是在這個漫漫無邊的資訊海裡面 替大家篩選整理 希望讓好的東西能夠被看見 讓整個產業得到一個正向循環的效果 自從有了網路 人們用網路去傳播去呈現 這本來已經是個趨勢 但是到了前所未有的這個疫情三年 我們利用網路的趨勢可以說是三級跳 而且技術也有很大的改良 包括直播也好 或者是像網路會議這些也好 技術是會增進的 而人類的習慣也是會改變的 比如說在疫情期間 你要我們開個線上會議 大家都不願意 覺得很K 但是疫情過後 我們大家都習慣了線上會議 反而不喜歡實體會議了 當然我想表演藝術對於網路 一向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表演藝術是一個很需要現場感的一種藝術 我們現在的處境是 對於這個不可逆的潮流 只能去面對 只能去接受 然後去思考 在這個潮流之下 怎麼樣去為表演藝術尋找最好的幫忙跟助力 所以過了疫情之後 我們透過網路來看表演的這個習慣已經被養成 而且透過很多成功的案例 包括Loy Weber把他的全部的音樂劇 放到線上完整的高清的播出 吸引了幾百萬人的觀賞 這些不但不會影響這些作品 未來演出時候可能會影響票房 反而會讓更多人透過這機會了解 關注 而促進了未來市場的成長 任何比賽都需要分組分類 好讓比較同類的作品可以 方便的被比較跟評比 雲舞台獎規劃之初 我們依照傳統表演藝術的門類 音樂、戲劇、舞蹈、再加個跨界 至於不是在表演廳裡的表演 我們把它稱為非正式演出類 我們本來預期是在表演廳裡的節目的影像作品 但是很多人就發現除了表演廳外 他們找到一個更大的表演空間 就是我不必在表演廳 我只要有攝影器材 就可以在自己選定的空間裡面 一樣可以做表演節目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次雲舞台獎 一個很大的收穫跟發現 所以我們未來的分組 可能會在下一屆做更細緻的 非正式演出這個項目 再去開設更多的細項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 比較全面的、廣泛的去審視 網路上的影像展演作品 當然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 最基本的、最王道的東西 就是你的內容一定要好 你如果內容不好 任何包裝都是沒有用的 但是你有好的內容 同樣要透過更好的技術包裝 才有更多的觀眾樂意來欣賞 過去表演藝術工作者 比較忽略的 就像取景、運鏡 還有使用比較專業的器材 這些在未來可能都要更注意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節奏 越來越快的世界 而且很多觀眾當他在沒有第一時間 受到吸引或喜愛 他可能就會失去了繼續看下去的念頭 所以未來在網路上 能夠很受歡迎的這些展演作品 一定是兼顧了很多方方面面的 剛才所提到的這些新的元素 我們在這次第一屆的比賽裡面 有收到好多的作品 他們真的注意到網路上呈現的時候的 不一樣的 特殊的美學也好 節奏也好 透過這些比賽也好 觀摩或者觀眾的反饋 那麼這些作品一定會越來越進步 所以讓網路上的展演作品 形成一種新的風格跟超越 一定會越來越好 每一年越來越好 那麼圓舞台獎就是希望透過 對於優秀作品的介紹 對於優秀藝術家的傳扬 就像現在影視業一樣 大家去習慣透過網路欣賞 可以創造一個新的經濟內容 也能夠號召更多的人 樂意到實體的劇場去看表演 無論如何 就前景來看 我們如果能夠很善用網路媒體 對於表演藝術的前景來說 絕對是有大大的幫忙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使用網路 我們要擁抱網路 擁抱無關 第一屆雲舞台獎 最不設限超乎想像的頒獎典禮 6月15號在廣義廳 歡迎光臨